人类进化到21世纪的 吸不吸氧倒是不重要 但是WiFi一刻都不能停 随着生活的品质的提升 人们的居住面积也在不断的增加 这时候就会发现 一个路由器可能覆盖不了所有的活动空间了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或者多个路由器来帮忙 组成一个覆盖整个房间的WiFi 又被称之为全屋WiFi 常见的全屋WiFi系统有两种 一种是利用有线的方式进行组网 通常是利用宽带连接多个路由器 少数用电力线或者同轴电缆连接 如果多个路由器之间是通过无线连接的 这样的组网方式又被叫做无线组网 下面分别来说说两种组网的好处 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个有线组网 有的时候又被叫做有线Mesh 或者有线灰尘 一般是新装房 或者房间里已经预留好了网线口的用户 这时候组网的方式就是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光猫 连接一根网线到主路由器 再将主路由器的亮口通过网线连接到指路由器上 带有AI Mesh的华硕路由器会自动协商 主路由器除了承担路由的功能以外 还会作为一台AC控制器使用 指路由器会自动切换成AP工作模式 所以这里一般我们会将性能较好的路由器作为主路由器 保证整个网络的稳定 有线组网的好处是路由器之间的连接稳定 而且不会占用无线带宽 推荐有条件的用户尽量采用有线组网 第二个是无线组网 有的时候又被称为无线Mesh 一般是针对没有提前预留好网线口的用户 无线组网相对于有线组网的方式会更加灵活 这时候组网的方式是从运营商的光猫 连接一根网线到主路由器 剩下的路由器会自动加入主路由器的WiFi 并且扩展现有的WiFi覆盖 除了和有线组网一样 要将性能较好的路由器作为主路由器之外 无线组网还会占用现有的无线带宽 如果对速度有要求的用户 建议选择支持三屏的华硕路由器 路由器之间可以通过新增的第三屏进行通讯 从而不影响设备的网速 除了以上常见的两种组网方式 华硕路由器为了进一步满足多种多样的用户需求 支持AI Mesh的华硕路由器 还会支持混合组网 混合组网就是将一部分止路由器通过无线的方式组网 一部分止路由器通过有线的方式组网 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用不同的技术 满足用户的需求 三分理论七分实践 我们实际来上手看看应该怎样组华硕的AI Mesh呢 支持AI Mesh 2.0的华硕随心组路由器 不仅支持同型号之间的组网 还支持跨型号 跨芯片 跨版本的组网 但是为了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体验 建议将性能较好的路由器作为主路由器 首先找到运营商提供的光猫 用宽带线将光猫的LAN口连接到主路由器上的LAN口上 插上路由器的电源 部分华硕路由器还有一个独立的开关 如果设备通电以后没有反应 试着开启机身的电源 打开华硕路由器的APP 或者通过浏览器访问 lauter.asus.com进入路由器的管理界面 我们这里拿华硕路由器的APP举例 点击右上角的添加按钮 点击添加AI Mesh节点 稍等一会就会自动添加上AI Mesh节点 如果需要修改为有线主网 只需要宽带线将主路由的LAN口 连接到AI Mesh节点上的WAN口上 再在系统里将回传的优先级设置为WAN口即可 OK今天我们学了华硕路由器的 有线和无线主网功能 你们都学废了吗 如果喜欢本期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 如果不喜欢 也可以发给你最讨厌的朋友 说不定他会喜欢 我们下期视频见 Bye